超漂亮 又看我蛋嗎? 你說什麼? 又看我蛋 這個蛋很美耶 對,這是有高超的技術 我現在要練習 來,說一下你現在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河內的喜來燈飯店 哇,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因為我就是在喝汪的狀態下就已經到這了 算是喝汪的狀態 有沒有覺得以後一定要有萬號的白金卡 我剛剛聽的時候覺得好感動,好酷喔 我們現在是早上10點10分 因為我們是搭半夜的飛機 所以現在才到飯店 我們一到一樓Lobby Check-in的時候 他跟我們講說可以到Lounge Check-in 一到Lounge,這邊居然還在早餐 所以... 他說我們可以先吃早餐 對,他說吃完早餐才幫我們Check-in 我們打算吃完早餐Check-in好好睡一下 I can't handle it And when we're getting close She strikes the perfect pose 又在吃法師麵包 這間喜來燈是有點歷史的 對,看起來很久嘛 對,是有點歷史 可是感覺上嘛 我們剛才進大廳的時候啊 我覺得他們那個女生的制服很好看 很好看 不是因為女生漂亮嗎? 不是,他那個... 就是他們也是穿越南傳統的衣服 可是他那個設計是我覺得很好看的 所以那個空氣啊 真的有點糟糕 然後...就是... 我把沙發併成床 待會我要睡這兒 因為我們真的太累了 然後我們把兩張... 我們把兩張單人床合在一起 這邊房間啊非常簡單 有點黏細了 臭死了 你被我打嗝熏死了 你被我打嗝熏死了嗎 然後兩張單人床 他們兩個在這邊 彈力不錯喔 這邊有個電視櫃 然後這邊有個桌子 還有個椅子 可以看出來啦 這個就是一個很傳統 很傳統到不行的 五星飯店 然後我告訴你們游泳池在哪 這一次啊 應該不會去游 可是現在天氣啊 跟台灣差不多 18到20度左右 游泳池在這邊 有沒有 現在一個人都沒有 這是我們剛到越南的第一天 我們第一次啊 一進飯店就在吃早餐 我們剛還在launch室的早餐 現在打算 好好的休息一下 是誰 趕快來看一下 不能吃 不能吃 你的巧克力 你是巧克力耶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行 我跟你講 你跟姊姊猜一拳 剪刀石頭布 硬的先選 剪刀石頭布 又要先選第一張 這個是硬的還是軟的 這個是軟 硬的 然後 這是什麼 這搞不好很難吃喔 沒吃過 你要選好喔 好 那姊姊換妳 我只要找沒 就這樣 妳就這樣 妳剩下給我 剩下 只好 剩下是留給妳的 上面那個草莓 草莓妳女兒吃掉了 有得知就不錯了 來 先 這是蛋糕 這就是小蛋糕的味道 剪刀石頭 吃一下看好不好吃 在廁所吃 超怪 我們來順便介紹一下廁所吧 雖然這間飯店很舊 可是它的廁所啊 我是覺得還蠻高級的耶 不知道為什麼 它廁所有蠻乾淨的感覺 而且它應該有重新裝潢過啦 我覺得因為是因為它選用的東西 可能本身就是都耐用度比較高 這都大理石 廁所比房間帶有一種內店的味道 有沒有感覺 就是有一種舊舊的味道 可是你不會覺得它真的舊 就是也還好就是有歷史 故事的飯店 可是磁磚應該是後來貼的啦 你看它是乾濕分離的喔 早些飯店不太會有這個啦 這個一定是後來又改裝 這裡就浴缸 這浴缸感覺就是一般家裡尺寸的浴缸 可是就長型瘦瘦的這樣 然後我有發現它就是 反正它很少會在上面寫熱跟忍海 然後毛巾啊 背景就是該有的都有啦 比較小一點 對 然後它裡面的木頭也是小罐 大概就是這樣 你看這邊有個丫鬟耶 我看一下這個丫鬟 這是掛毛巾的 這是掛毛巾 這打不開喔 我還覺得這可以打開 你知道這邊有一部韓劇很紅 選餅第一開始 它就會拉 然後這邊 就會打開 然後就會掉出一隻劍 好像看太多了 看太多了 是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 可以在這邊留言 不知道不知道 沒有沒有沒有 補眠補好了 我們終於睡飽了 補眠補好了 現在是五點半 這間飯店最棒的就是有Lounge 所以我們打算先去Happy Hour一下 在食物區 你看這看起來厲害 一片 一片 我沒有看過這樣一片 人家說來越南這樣吃麵包對不對 對 因為它這邊有很著名的法國麵包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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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真的很喜歡 我已經吃第三個這個了 老實講 它真的 這個Lounge 算是很用心的 絕對吃得飽 東西又用心 然後它有一些肉食可以點 真的很不錯 它可以點那個 月式海鮮和粉 對 真的很不賴 有白金會員 一定要來這間嗎 可以來這間 這個是沒有和粉的 越南餅 對 然後重點這還有沾醬 它是炸魚 然後配上這個湯 我看這個湯 人家說越南這個最好吃 對 可是它現在是海鮮 哇 酸辣 辣嗎 已經是辣了 一點點 真的很好吃 好 來 嗯不錯 真的不錯 我可以做一套越南的衣服嗎 為什麼 就是 我覺得很漂亮 對 新年蔡林覺得 他們的制服很漂亮 他們有分 分 有一個穿的是那個 絨布的很好看 OK Thank you 謝謝 我在訂這間飯店之前 網路上看原本以為 它真的會很糟糕 可是 不會很糟糕 就是舊 它的大廳其實是那種 很古 應該講很古典 很氣派的那種感覺 就是 你在以前看會覺得它很高級 可是你現在看就會覺得 它是有一個歷史的感覺 你可以看出它用料啊 其實都還用得不錯 以前的房子用料才真的都用 對 早安 我們要去吃早餐了 我覺得我們住這間飯店啊 從頭到尾都一直吃一直吃 我們前幾天 它都是在樓上的lunch 17樓的lunch 吃早餐 現在我們要去樓下 看看到底好不好吃 想把我關在電梯外面對不對 趕快把它關起來 你是你嗎 還是悠悠想把我關在外面 為什麼我想 我平常 把你胃這麼燙 你就很想把我關在外面 這次來越南 都覺得它麵包普遍都很好吃 而且悠悠吃超多麵包的 你說它有牛小排 早餐有牛小排 早餐有牛小排 你會重工 我跟你講 欸真的欸 早上有牛小排欸 我覺得在越南河內很棒 他們早上啊 都一定有一個加熱湯的地方 就是讓你煮合粉 你看這一加熱湯 它有很多大塊的肉 早上就可以喝一個熱熱的湯 因為重工 為什麼 一早就吃牛小排 還好吧 你看 你剛剛一講 我一早會中風 然後就我的洞 我就滑出來了 那你覺得好吃嗎 它的早餐 早餐跟樓上的東西 有一些是一樣的 有一些不一樣 對啊 可是我覺得還好我們有下 因為樓下有牛小排 可是來越南 覺得越南普遍 他們料理都蠻好吃的 欸真的 就是有喝我們口味啦 對啊 跟我們的口味相近 很推便 就來越南 你不用擔心說 你會覺得不習慣 東西都 都真的都會有喝口味 那它的早餐你給幾分 1到10分我可以給到8.9 欸很高分耶 那1到10分 你可以給你老公幾分 10分 謝謝喔 謝謝鵬長 沒有9.9 為什麼差一點 因為還沒有拿到我的Apple Watch 我們要離開這間酒店了 悠悠 覺得舒服嗎 你無許多舒服 你無許多舒服 真的應該都很舒服 我只好來問我的愛人 愛人 愛人 會不會難控制吧 會不會難控制 我覺得你最好控制 我現在最喜歡你了 那你覺得這間酒店住起來怎麼樣 就是我覺得吃很飽 一直在吃欸 我覺得我們這一趟行程 我不是在吃醜了 我都在吃吃吃吃吃 會覺得胖死 當然啊 越南還有很多很便宜的住宿啦 就是屬於比較個性化 可是因為我們東西太多了 所以我們還是習慣住連鎖的品牌 那這間喜來燈啊 其實整個來講 我覺得它最厲害的是 它還是一間老飯店 它對於人員的訓練啊 是非常好的 還有一點我覺得非常棒的 是一間很有溫度 又會讓人家記得的事情 就是 它的經理啊 親手寫了一個明信片給我 而且是真的要親筆喔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飯店啊 都已經變成用列印在簽個名了 這讓人家很感動 就是它說 當然就有列印在簽名啦 喔 也是有一張列印在簽名 可是這種感覺就是很有溫度嘛 大致上它寫的意思就是說 希望如果下次再來提前跟他們講 然後它還會幫我特別準備房間什麼的 非常棒 最後啊就是在北越河內這邊啊 總共只有兩間 萬豪提示 一間就是這一間起來的 另外一間就是JW萬豪 我們過幾天也會去住另外一間 到時候我們會說說 對於這兩間飯店的想法 那現在我們要去夏龍灣啊 也可以注意我們去夏龍灣的行程 接下來又要結尾了 好了 老爸的影片已經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老爸的影片 你要訂閱我的頻道 還要追蹤 謝謝蔡依林的IG 然後訂閱老爸的頻道 掰掰 不打算 никто River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